大家好 歡迎大家關注新聞看點 我是李孟陽 今天是6月8號星期一 明州非裔男子佛洛伊德案主嫌李德克·蕭文 被控二級謀殺罪 今天首次出庭聆訊 中共湖北基監委今天通報 原武漢人大副主任孫應征 涉嫌嚴重違紀和職務違法 正在被審查調查 中國南方暴雨稱災 廣西桂林燕山區一所學校300多名師生受困 湖南的長沙 湘潭等四周的20多個縣市區 也發生洪涝災害 9.3500多人受災 貴州26個縣市區也遭受洪涝及風暴侵襲 下面進入今天的話題 截至到今天早上6點 中共病毒在全球的總感染人數 已經高達709萬2800多人 死亡人數超過了40萬6200多人 這場始發於中國武漢的疫情 在中共的操控之下肆虐全球 核實結束遙遙不期 但中共卻急於自我表揚 昨天發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 中國行動白皮書 60多頁 3萬7千字 僅有極少的幾處提到了 要彌補不足 其餘都是自我誇讚 美國貿易顧問納瓦羅指出 中共在利用病毒實施著它的戰略圖謀 在昨天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共國刑辦主任徐林表示 中共政府始終依法即時公開準確地 公布疫情信息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徐林引述白皮書說 中共肩負大國擔當 第一時間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信息 毫無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就職經驗 書中表示 從12月底到現在 中共在抗擊疫情當中取得了各方面的成就 全文幾乎沒有提到中共政府 在防疫工作中的疏失 只是籠統地提到 習近平曾經在2月份的會議上曾強調 要總結經驗 吸取教訓 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 抓緊補短板 堵漏洞 強弱項 德國之聲表示 翻譯這本白皮書的第一印象就是 中共領導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沒有任何疏失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昭旭還表示 這次疫情沒有影響中共與世界各國的關係 中共的朋友更鐵了 朋友圈更大了 中共的這個白皮書 網友稱之為是厚臉皮書 也有網友稱這是中共自立的癥結牌坊 中共自己說 依法及時公開準確地公布疫情信息 果真是這樣嗎 根據以往的報導 在發現疫情之後 李文亮等8位醫生在12月30日晚上 在溫信群組中發出了疫情警告 但是這8位勇士隨即遭到訓誡 對他們實施封口 甚至進行懲罰 在警方的訓誡書中顯示 警察曾經問李文亮 至此終止違法行為 你能做到嗎 李文亮回答 能 按下了紅手印 警察繼續問 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 繼續進行違法活動 你將會受到法律制裁 你聽明白了嗎 李文亮回答 明白 又按了紅手印 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武漢市中心醫院隨後對李文亮 進行了懲罰性的安排 要求這位眼科醫生連續在一線抗疫 在得不到有效的防護之下 李文亮在2月1日不幸被病毒感染 並在2月7日凌晨最終離世 有網友當時留言 他不是死了 他是被盜取了生命 網絡表示 去年11月中旬 武漢其實已經就發現了病毒感染者 陸續收治了幾十名 但當局一直捂蓋子 在李文亮等8人拉響警報 遭到訓解的同時 發哨子的人艾芬醫生也遭到訓斥批評 在打壓之下 人們不得不緊逼雙唇 不敢再對外透露任何訊息 只能提醒自己的家人出門一定要戴口罩 艾芬也要求自己科室的所有成員 必須戴上N95口罩穿上隔離服 艾芬的預見使她所在的急診科醫護人員 損失程度最小 而那些不知情的其他科室的醫護人員 沒有採取任何防護 結果許多人中招 有人因此丟失了性命 抗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尚且如此 百姓更可想而止 中共一開始強調疫情可防可控 還請來御用專家 北大醫學院的王廣發來闢謠 向人們灌輸病毒人不傳人 結果王廣發在欺騙百姓之後 自己先被打臉被病毒感染 在沒有第三方消息來源的情況下 武漢人聽信了中共的宣傳 幾萬個家庭在病毒爬坡階段 依然興致勃勃參加百不停社區萬家宴 參加武漢當局免費遊武漢等集體活動 大面積的近距離接觸 造成了最大限度的交叉感染 大紀元採訪當地居民得知 參加萬家宴的多個家庭後來遭到滅門 有的整棟樓被整棟封閉 中共為了營造和諧盛世的氣氛 對疫情捂得是風雨不透 不知情的武漢市民 開心的上街採購年貨 喜氣洋洋的準備過年 殊不知他們在盡情呼吸的時候 死神已經悄悄逼近了 1月17日 中共看到了疫情已經壓不住 於是不得不增加感染人數通報數字 但是對於美國和國際專家要求 進入武漢研究病毒的要求 中概仍然是一概拒絕 前世衛總幹事布倫特·蘭德批評中共 拖了太久才承認病毒人傳人 這位前挪威總理對明鏡周刊指出 這是中共最大的錯誤 中共不僅自己隱瞞真相 還找來了世衛組織站台 被中共金錢收買的傀儡 開始向世界隱瞞疫情 1月14日 世衛推文表示 中共當局進行的初步調查顯示 沒有發現冠狀病毒在人與人之間 傳播的明顯證據 同一時間 北京當局安排中共副總理劉鶴 率團訪美 並在1月15日 在白宮簽署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當時美方的重要官員很多都在現場 中共病毒在去年年末已經感染了 相當一部分人群 習近平自稱1月7日曾向中常委 發出遏制疫情的要求 納瓦羅指出 中共對內要求遏制疫情 卻允許中共的外交官前往白宮 並與川普總統和其他美國官員握手 這很有意思 簽字5天後 1月20日 中共抬出另一位御用專家中南山 宣布病毒人傳人 但這個時候 病毒已經籠罩了整個武漢 並向全國全世界急速擴散 1月23日凌晨2點 武漢當局宣布將在上午10點實施封城 在預留出的8個小時中 幾十萬武漢人逃離了武漢 後來武漢市長周仙旺 在央視的直播節目中介紹 實施封城之前 有500萬人已經離開了武漢 500萬人當中有多少人已經被感染 或者是病毒攜帶者 這可能永遠是個謎 但是從後來病毒在全世界爆發 我們可以判斷出 那些人當中隱藏著數不清的移動病毒炸彈 他們到不同的地方 就把病毒帶到了那個地方 使中共病毒像極速炸彈一樣 以點帶面遍地開花 更令人納悶的是 中共在1月下旬封閉了國內的旅行 但是對國際旅行仍然是放行 一直開放到3月底 在這個期間 又有幾十萬的中國公民乘坐飛機旅行到世界各地 使中共病毒在繼續廣泛傳播 釀造了一場全球大流行 1月31日 美國暫停並限制過去14天去過中國的外國公民進入美國 但中共說美國不厚道 是反應過度 帶了一個很壞的頭 與此同時 中共在全球大量蒐集囤積個人防護設備 從一個大型個人防護設備進出口國 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進進口國 納瓦羅指出 中共囤積的個人防護用品 包括超過20億個N95口罩 導致米蘭 紐約等地的醫生和護士 面臨防護設備致命短缺 這就是中共所謂的大國擔當 和它的第一時間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 中共自稱毫無保留 同各方分享防控和就職經驗 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武漢疫情已經失控 出於人道援助 美國無償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醫護物資援助 特別是美國的吉利德公司 把研製開發的瑞德西維藥物連帶分子室 一併提供給了中方 可以無償使用 美國人希望幫助中國盡快遏制病毒 把損失降到最低 但中共來了一個釜底抽薪 在1月21日 把美國人提供的瑞德西維搶先申請專利 而就在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當中 中方已經明確承諾 不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 在疫情的最高峰 中共派出軍方最高級別的 生化專家陳薇少將 接管了武漢的P4實驗室 與此同時 外界也開始提供多重證據 指控病毒可能是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 但中共一概予以否認 不僅如此 在武漢封城後的1月下旬 武漢病毒所與德克薩斯大學的一個實驗室 準備分享中共病毒的相關樣本 但是被北京的官員阻止了 美國聯邦參議員 李克斯科特昨天表示 中共不想讓美國 英國和歐洲 首先開發出疫苗 中共決定充當美國和全球民主的敵手 有證據表明 中共正試圖破壞或減緩 美國開發疫苗的步伐 大家應該還記得 中共驅逐美國三家媒體的記者的事 就是因為他們報道了中共病毒疫情的真相 結果觸怒了北京 因為中共一次次引力疫情真相 使中共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快速蔓延 這次疫情有一個明顯又突出的特點 凡是親共的國家和地區 疫情都非常嚴重 可是中共自嗨說這次疫情 中共的朋友更鐵了 朋友圈更大了 不知道中共這麼說的根據是什麼 而我們看到的是 整個世界都在去中共化 洋人接棒而去 留也留不住 與此同時 因為巨大的疫情衝擊 世界各國都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大紀元統計結果顯示 至少有15個國家已經開始向中共追責索賠了 而這其中就包括與中共親近的國家 美中之間正在全方面較勁 印度與中共正因為邊界糾紛關係緊張 這兩個國家向中共索賠我們不說 就是意大利 英國 德國和埃及 這幾個與中共關係不錯的國家也都進行索賠 要求中共賠償巨額資金 意大利要求中共賠償1000億歐元 相當於1080億美元 英國智庫亨利捷克進學會要求中共賠償6.5萬億美元 德國《圖片報》初步估計 中共應該向德國賠償1490億歐元 相當於1602億美元 埃及的律師塔拉特訴狀中明確要求 中共賠償10萬億美元 不僅如此 中共的鐵桿兄弟伊朗也對中共這個大哥不滿 4月7日 伊朗衛生部發行人賈漢普爾 就嘲笑中共通報的病毒感染人數是一個慘痛的笑話 6月5日 有8個美歐的民主國家高級政治家們 專門組成了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以此來應對中共帶來的全球挑戰 隨後 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也派對加入聯盟 中國有句話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這句話對個人屢屢被應言 那對國家其實也是如此 不過當政者如果不是人政 這種災殃往往是由本國的人民來承受 今天 中共官方再一次調升了應急水患災情的等級 自從1日開始 中國的南方就出現了入訓以來的最強降雨 江南大部 華南中北部和西南地區東部 這些地方都是豪雨稱災 累積雨量達到100-250毫米 廣西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南 貴州 雲南等8個省區 52條河流水位都超過了警戒線 中央社的消息說 一列從廣州開往重慶的高鐵動車 今天早晨8點半左右 行經廣西賀州一帶時 因為軌道行落石塌方導致列車出軌 駕駛員輕微塌伤 而車內的248名旅客被轉成其他列車 目前的南方災情仍然在擴大 廣東在今天上午發布了暴雨紅色警戒 珠海 清源等15個城市中學以下的學校宣布停課了 廣西的許多城市出現了內澇 歸零的燕山區一所外國語學校 300名師生一度受困 所幸全部都被救出疏散 目前當地的水位還在上漲 出入的道路已經被淹沒 最深處的水溫超過了1.5米 據不完全統計 廣西至少有61戶128件房屋倒塌 直接經濟損失超過了3億多人民幣 湖南長沙 湘潭等20多個縣市 發生了洪涝災害 93500多人受災 目前已經緊急轉移3205人 由一批工農業的基礎設施 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江華瑶族自治縣20個村莊被水淹沒 有3萬畝烤煙和7000畝水稻受災 另外還有4人失蹤 1人死亡 另外 湖南省內的關山 茅溪等 4個中型水庫的水位 也已經超過了汛線 岌岌可危 其中 湘江一級支流露水的里林河段水位 一天暴漲了4米多 湘江上游消水的一級支流 蒙煮水部分河段的水量超過了歷史實測記錄 中共國家防汛總指揮部表示 氣象部門預測 未來三天 中國南方仍然有持續好雨發生 中共氣象台已經將暴雨的預警調高到黃色 江南 華南 西南等地將有100-200毫米降雨量 廣西北部可能達到300-400毫米 從今年過年到現在 中國大陸各地頻繁出現各種極端天氣和不正常現象 正月打雷 下雨 下冰雹 陽春時節突然出現大霜凍 五六月份浦江大雪等等 有的地方還出現地震 民間看待這接連不斷的災情 認為這是中共隱匿疫情造成40多萬人死亡 700多萬人感染病毒招致天怒人怨 清華大學教授許章鎮曾兩次撰文批評中共 法令不章 道德敗落 招致天前 但是在中國的官場 卻沒有人敢出面指出當局的問題 是中共官員不想說還是不敢說呢 最近網絡上流傳一份 《關於印發中央和國家機關黨員工作時間之外 政治言行若干規定事行的通知》 這裡面要求 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黨員在工作時間之外 都要謹言慎行 這份通知中 對黨員有20個不准的要求 比如 不准散佈違背黨的理論 和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論 不准發表偏離兩個維護的言論 不准瀏覽反動網站 不准收聽收看境外反動電台和電視節目 不准擅自接受媒體 特別是境外媒體採訪 不准妄議中央 不准製造傳播政治謠言及醜化黨和國家形象的言論 不准拉幫接派 搞團團活活 不准搞兩面派 做兩面人等等 可想而知 有這樣的要求 誰還敢突破中共禁令去講話呢 誰敢越雷翅一步 那很可能就是妄議中央 甚至違背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這都是相當大的問題 紅二代 地產大亨任志強 曾經公開批評中共當局隱瞞疫情 不點名地批評習近平 但是任志強被帶走後 到現在陰信皆無 有紅色背景的任志強都不能幸免 沒有更深背景的一般中共官員 那就更不用說了 弄不好就得去秦城吃牢飯了 其實稍微想一想就可以知道 中共太害怕了 因為現在中共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國際上十幾個國家都在追得索賠 而且這個隊伍還在擴大 國內是民怨沸騰 各種不和諧的聲音時有傳出 內鬥不斷 中國問題專家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 4月28日曾經公開說 中共正處在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後 到現在最糟糕的外部環境 過去四十幾年來 中共的好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個 極為有利的國際環境 尤其是良好的美中關係 但這種運氣已經走到頭了 6日 臺灣高雄市民罷韓成功 這件事吸引了整個國際社會 也包括大陸的網民 大陸媒體數據顯示 有2億多人都得關注韓國瑜被罷免的進展 我們在當天的報導中已經說到了 從中央社的圖片中可以看到 有的韓粉在得知這個結果之後 傷心的流下了眼淚 甚至高雄市議會的議長 許坤源在當晚從17樓墜下身亡 目前警方的調查結果我們還沒有看到 在我們節目的視頻下方 有很多臺灣的朋友留言 就像我們在節目中所說的 有人高興 有人憂傷 我的同事給我發了聊天截圖顯示 有的高雄家庭因為韓國瑜的問題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父母和子女之間言辭相當激烈 甚至表示不要再繼續做父母子女 其實稍加分析 無論是挺韓國瑜的韓粉還是倒韓國瑜的人 可能並不只是執著於韓國瑜這個人 而是在執著黨派 我從身邊的臺灣同事那裡了解到 臺灣現在的民眾無論哪個黨派 他們其實都是有一個共同點的 就是討厭中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不必太執著黨派分歧 只要反對中共 不讓中共滲透侵蝕臺灣的自由人權 不接受中共的共產意識形態 那誰執政都是希望給臺灣帶來更好的生活 誰執政其實都是無所謂的 所以不是國民黨執政就不好 民進黨執政就一定好 沒有這個意思 哪個黨派執政如果不順應天意民心 如果不遵循道德傳統早晚都會被淘汰 而且執政黨如果違背天意破壞傳統 那罪責會更大 現在整個國際社會都在唾棄中共 唾棄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唾棄馬克思 這就是歷史大潮 這就是當前最明顯的天意 那如果執政黨順應歷史潮流 善盡人意秉稱天意 那麼人民就會安居樂業 國運常態 相反 如果有意無意的偏離了天意 甚至搞了共產主義的東西 那麼執政黨早晚還是會分崩離析 人民也會跟著遭殃 就像中國大陸一樣生靈土炭 所以我們真心的希望 不要再過於執著黨派 而要把心思用在杜絕中共的滲透侵蚀上 這才是臺灣人民共同的心意 最後我們還要再說一個問題 就是有的觀眾反映說在手機上觀看新聞看點 點進去之後會出現黑屏 像是報錯一樣 遇到這種情況 您可以點擊視頻右上方的那三個小黑點 然後選擇用瀏覽器開啟 或者打開應用程式 這樣您就可以順利的觀看了 以上就是今天公共區的節目內容 如果您喜歡新聞看點 請點擊視頻右下方的點我訂閱 或者是二維碼訂閱 這樣從週一到週六 您都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節目 也希望您把新聞看點 推薦給您周圍更多的朋友 在會員區 我們結合大紀元獲得的中共內部文件 來談一談北京確診首例病毒患者的幕後 中共的首例確診病例 竟然用了足足的6天時間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